一天開始 召喚 這種是小的 大型是大的 但是那個殼本來就很重 所以我覺得吃大的沒有比較完備 有分很多不同口味 吃螃蟹 我們可以點燈蝦 蝦子很好的 這邊有蝦子,我喜歡沛一點的蝦子 尤其這一間的螃蟹它都很鮮鮮,它都是活的 但是因為小隻的它的那個重量都是固定的 它的大小是都固定,所以價格都固定 可是大隻的話它就會拿那種活的出來給你吃的那種 我會點法嗎?看你要看要不要點 超香 它是我朋友 嗨,我是Irene 然後我目前在菲律賓工作 然後它在這邊念書,然後我是代辦的身份在照顧我的朋友 他跟我說這個螃蟹很好吃 然後我有去看它的頻道 然後這個螃蟹我一定要來吃吃看 它這個螃蟹都是活的喔 然後一隻的話才200多 換算台幣的話大概是180不到200塊台幣 然後全部都是活螃蟹 然後一人吃一隻,然後再點一盤蝦 對,我很喜歡吃這裡的蝦 我覺得就很不錯耶 就非常的豐盛 那我點什麼口味? 就是蒜 蒜 我們點的是那個 Gaulic Crab 就是大蒜口味的 然後蝦的話我們點的是 Cewish Spicy 嗯 甜 辣 剛剛看那家店好多人 都韓國人 幾乎都是韓國人 幾乎都是韓國人 因為那一間店的老闆其實是韓國人 應該是說因為老闆是韓國人 所以他可以用韓文去行銷在這邊念英文的學生 對,那去的時候原本要內用 可是因為真的太多韓國人 太多韓國人 都泡滿 對阿 然後剛剛去的時候其實很多空味 但全部都有定位了 這個是 酒 恐 恐酒 恐酒 恐酒是不是很恐 酒 要來開吃了 要來開吃了 開吃螃蟹 真的很常去這一間耶 我每次要吃螃蟹我朋友去吃這一間 真的喔 它螃蟹都是骨的 它都會搬出來 然後給客人秤 好嫩喔 而且你吃到外面的大蒜會脆脆香香的 真的很像餅乾耶 很像 不過今天要回台灣 我會想念這裡 想念這裡的螃蟹分析 真的 其實廢變的東西還蠻有吃的 但口味會重一點 重口味 因為有重口味 我喜歡吃辣 喜歡吃辣 鹹 對我來說很開心 看你還適合出來吃 卡子 我解你的臉 卡子 卡子 嗨 嗨 哈囉 你好 它的熬很大 蝦子的話也是 他們後面好像有那個羊汁 他們醬肉加奶油耶 好好吃 很香喔 好喜歡喔 嗯 朋友 他叫我蔣艾琳 嗨 然後 因為我今天感冒 然後 他帶我去藥軍來藥 對 就是其實在菲律賓吃藥啊 會比你從台灣自己帶的藥來的更有效 因為這邊的病毒還是要用這邊的藥去殺 然後他今天見到我的時候他完全沒有聲音 對 然後我一直咳嗽 然後想咳 然後很崩困你知道嗎 因為已經說不足話來 然後我剛剛吃的藥我真的覺得差很多耶 其實才割幾小時 嗯 你才吃一顆而已啊 差不多五個小時之前嘛 吃了一顆 對 我覺得很明顯你有改善 因為我吃很多台灣的藥 真的沒用耶 看 我吃了兩三天了耶 然後我今天吃一顆我真的覺得很有效 還是 還是有在這裡生活過的人知道 對啊 所以如果大家在這邊感冒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藥局跟他說 I need medicine for cough or fever 就是看你是什麼症狀 你可以稍微跟他講一下 然後你可以取得這種簡單的成藥 而且都不貴 你好像買這樣子才多少 五六十匹鎖 差不多台幣二三十塊 那他這邊是不是都不看醫生 嗯 這邊的人 他們如果生病的話 還是會去藥局買簡單的藥啦 去看醫生的比較少 通常都是外國人 或者是他可能已經蠻嚴重了 我老實是跟我講說 因為看醫生很貴 他們沒錢看醫生 所以只能買藥 對 就這樣 給你們看一下 掰掰